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纪实片 干风 其最大亮点是将三十多个孩童精装扮后固定在台架上 然后抬着沿街巡游 而人物造型多半是崇德众孝民间传说 既娱乐民众又教化子孙 身为当地所推崇并相延八百余年 徐乌县地处江西省东南端 自古就是干月明三省文化交流 经济往来的咽喉药地 这里山多田少 气候温暖湿润 为珠江流域东江水系发源地 被称为客家桃源 寻屋客家人在这里创造了乡土情节浓厚 绚丽多彩的客家文化 寻屋客家迎故事习俗 便是其中一朵绚丽的民间艺术之花 从唐宋时期开始 受天灾和战乱等的影响 大批客家先民背负林牌 托儿代女 辗转南迁 先后在干 敏月 交界的广袤山区扎根 有着八百余年历史的客家迎故事 就是在迁徙桥区的变迁中 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 与完全的生命力延续和传承开来 并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翻衍出客家人独有的客家语言 文化 民俗 以及客家人尊宗念祖的乡土情节 各家迎故事习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它反映了客家宪明背景离乡的艰难历程 展现了客家人盛中罪言的历史意识 体现了客家人众民意 守孝体 讲信仪等优良的价值观念 对于当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凡客家人来到客居地 都有一个防御外患 与土著居民逐渐清河的漫长过程 相传 明万历年间 巡屋县南桥镇一带居住着 陈 刘 程 曹 谢 曾六姓客家人 俗称六排村 因地广人稀 常遭山匪草扣掳掠掠 为加强客家人的团结 抵御外地来亲 共互家园 他们煞血为盟 建造汉地无险地两庙 为永结友好 商定在每年农历 九月二十七至二十九的 无险菩萨诞辰祭祀日 由六姓公堂族人静庙上香 求神保佑 共同举办请神迎故事活动 以此增进各姓团结互助 仅是外人不容侵犯 请问客家两国是习宿中的 酿师有三种含义 一是呢 酿师在客家 往里为酿 也就是团 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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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酿师也有酿情 高道个医医啊 一是呢 客家人通过 几般苗菲的信息啊 祈求 新年富佑 祈求 年代风调雨伸 平安地着 七下 比赛 菜年光景 家匀重生 等于一年啊 所以呢 这四阴风修 各家的环境啊 一起猫叫各家团结粉丁啊 空照美好家年的选业啊 农历9月27至29日三天 为寻屋客家营故事习俗活动日 按历史上六姓公堂约定惯例 9月27日为习俗筹备日 28日为请神营故事安神日 29日为送农日 筹备日有称闹场日 闹场日有两层含义 一是当日要请罗班及戏班 为神灵演出各种传统戏曲 木偶戏等 感谢无险大帝观音菩萨 许训真君 观公财神等各位神灵 对族群的护友 再是各姓族长见面施礼 互为问候 以示团结和亲 并商定各族姓 迎请菩萨时台价人员 寻游路线 验看各族性杂志的故事架 龙 马 牛 羊 花灯等道具 以及演出戏般的安置 来宾接待等活动事宜 每三年一次的养股师 都要求别三十二年 最快出的是地盘六厢的 一块的少母历史 少母历史的主要考虑 这一年就要求别的地址发动的 各方面的工作 提及资金的安排 听音乐 还有一个故事的各方面 我们的主题 还有是我们夹合传统文化 和当成的形式的 农历9月28日 为请神迎故使安审日 清晨六时许 各组长 主事 分别在汉地庙及吴贤地庙前 率抬价者及信众上乡 施礼 祭拜 祷告送赞 老请胡子离宫处 并挑选出最为优秀的两位少年 寿印代尺 亦为警示子孙后代 出示为官 要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利 把握尺度分寸 量心做事 公平公正的为民服务 然后演奏传统宗教音乐 焚香燃炮 在各主事和台价及信众的簇拥下 请出无险大帝 观音菩萨及许训真君 出庙宇 走红毡 请上八台大教 接着降龙起舞 瑞师祝寿 烟炮齐名 由八位少女手持红灯笼在前引路 十二人组成的锣鼓吹奏乐队 明如开道 二十四位阳刚正气的年轻小伙 尖台神灵教座下山巡游 迎故事花节 是整个民族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 从庙宇中请来的神灵作教 与等待在学堂院内的故事教队伍 和其他表演队伍会合 故事教是由各村挑选出来的 三十多个六至八岁的孩童 装扮成各种传说故事人物造型 并固定在台架上 被挑选出来的孩子 视为有福气 有出息 会得到神灵的保佑 故而村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选上 每段故事的小朋友 这个年故事的都是各房的县的小孩 这个小孩呢 县的基本上都比较小 因为年纪小 那个故事那个家子调起来又比较高 所以考虑了安全 后面有那个靠背 有一个小钉子 木钉子把它抽起来 腰上有个粉丝袋 给保护它围起来 两边也有家长 各方面的安全保护 这个故事家长的小朋友 寻屋客家营故事造型 通常有 浮满人间 真君祥魔 嫦娥奔月 金童玉女 文成公主 金钟报国 武松打虎 天女散花 寄宫普世 八仙过海 白蛇传 宝莲灯 牛斗光等 十多个传说故事 以鞭扎台架的方式 由各村南青年 台展沿街巡游展示 向人们演艺诉说 一个个优美动人的故事传说 教化众人 为人处事 要遵循忠孝孝仁义礼合 以传承客家家风 和祖训等优良传统美德 刘晨思约 刘晨思纳 伊! 刘晨思纳 金年洋故事就有八胎故事 迷腿故事就穿上敏暗的故事 火烙堆流亡 油骨堆啊 串津丁丁呀 法国队传法郎 还有我们的财产宣誌务队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基伯传牙的传统文化 所以万事路易开明台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保佑我们能靠的伯乡平衡 赢故事花结后面便是罗骨乐队 龙灯 船灯 花棍舞 央阁队 彩茶扇队 瑞诗队等民间表演队 相继组成近400米长的队伍 按指定的路线巡游展演 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 燃花放炮 场门相迎 寓意开门大吉 赢彩几乎 起幼平安 巡游完后 月步吹奏传统宗教音乐 众人担放颠炮 恭迎并酬谢各位大神的一路辛劳 并替诸位大神早晨敬礼 请回庙宇 随之 各晋组长率领族亲代表上香 膜拜 祷告 安放大神归位 平安 大神平安 今价对我有万年以后 别信了 会公费苗一级 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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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费就有这个 这个六相应的宗族长老啊 大家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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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处一处为 宋龙在农历9月29日进行 上午9时 各晋族人集中在汉帝庙前的水口处 先由各村主师代表上香行礼 然后将各家各户迎故事中扎制的龙 芝麻 牛 羊及灯笼等祭品 在败泄中焚化 预示着今年迎故事习俗活动的结束 期望来年再大赢大请 红红火火 到了晚上 各路墨偶班 戏班 武师 传灯等继续表演 庆祝无险菩萨诞辰 喜唱丰收歌 至此 一年一度的迎故事习俗活动方算圆满结束 每次迎故事活动时 远近居民呼清唤有 成群结队 蜂拥而至 场面甚为火爆 迎故事习俗之所以魅力四射 光彩照人 除了故事本身的精彩之外 还在于精美的服装道具和锣鼓乐队的渲染 从而增添了无限韵味 营造出热烈喜庆的气氛 《青鸥客家》 念故事的故事总盟 主要是根据故事的内容来选故事 根据故事来设计故事 从老头去再把给总办一个故事 一脱脱的故事教 向宴盖 向宁明 他敢暂时一脱脱 优美东宁的故事传算 寻乌客家迎故事已传承了八百余年 但能查考到的传承人 为民国时期的陈胜仁 解放初期的刘芙蓉 谢文贯 谢孟春 曾小霞 以及当代的谢小红 陈志略 陈欣妍 谢瑞琪 谢运舟 陈敬宏等 近几年为了更好地 把营故事中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 民俗特色保护传承好 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 南桥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县文化馆也不断努力 去挖掘它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以及它的社会价值 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传承发展措施 来激发客家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推动这个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作为历代民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 寻乌客家淫故事 以其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 构筑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诗诗笑容老八卦 为老八卦才好是他一起吃 对自己用岔来变强 汇旧出一幅喜庆丰收 歌颂美好生活的原生太话卷 也为客家传统习俗 增添了新的色彩和活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